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港澳 港澳辦主任王剛下很旋風式地來香港 經陸路來香港訪問之後再過澳門賭場 離開香港之前去了天水圍參觀一下 看賊民情當然有人說是演出表演 整個港澳行程在灣仔酒店 完全是百米不得接近 旅遊巴有遮擋視線 想示威給物品談談 連王剛下可以看到示威的機會也沒有 有些人還在說為何還要吃蛋撻 吃蛋撻這件事不是他發明 所以看到其實儘管來香港會看到些甚麼 你說吃蛋撻其實也有肥棒的影子 肥棒吃蛋撻我們當時看到董先生也吃馬仔 現在王剛下你又吃蛋撻 第一個問題是說 都比廖輝好上任廖輝 因為廖輝給人的印象似乎很神秘 城中的政治語言 就說廖輝力撐曾蔭權 全靠廖輝力保曾蔭權 能夠接董建華的位置 就說很有影響力 但是普通市民真是 不知道廖輝是怎樣的 廖輝是甚麼樣子都不太熟 廖輝貴不認識 電視畫面的樣子都少見 但是廖輝似乎常常都會見香港最有錢的那批人 或者是親中陣營那些人 那王剛下好像剛才你說的外交官出身 起碼都嘗試做親民的形象 最少在聯合國也有一個形象出來 但你說真是有幾親民呢 其實都是很高的 因為真是做羞結構多 在天水為行吃彈搓 澳門似乎好些 阿門聽說跟一些攢檔的檔主聊一下物價民生 但香港我們沒甚麼聽她和街士爐聊一下物價民生 其實我最想講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你說親民最起碼做的就是他去立法會 花兩個小時跟所有立法會議員談談 因為立法會大家都知道有不同黨派的議員 有親中的、有工商界的 有我們的老友長毛梁國雄 又有公民黨、民主黨、有親中的工會 又有李卓人、街工地這些工會 這個是民意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整個政治光譜都有齊 你說想親民、你說想聽聽民意 起碼都花兩三個小時去立法會見見 所有立法會議員有個交流 才能夠聽見香港各種的聲音 你說許參觀、廣交所諸如此類 這些真是做表演 我不信你去網網廣交所對香港金融業的運作 提升了你的了解去到哪裏 因為另外一個點令到香港的人特別是年青人 我覺得不解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是落了柴灣的青年廣場 去了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很奇怪 以前的青年事務委員會搞的論壇 都公開的 即是任人登記 跟官員也好、專家也好 一起坐下來交流意見 今次的形式模式一模一樣 地點也一樣 要請才能夠進入 是的 以前我們都看到特首、政務司、財政司 有時特首發表完施政報告 財政司發表完預算案 都說要見見市民 隨便人人都可以去排隊買取票 你先到先得 拿到票你進去 進去可以聽可以問問題 現在你挑選一班人 那真是怎樣親民法 親民不倒之餘 又被在場的人質疑 因為話說有幾個學生 都夠膽提六四、劉曉波 和中國民主的進程 黃江亞通通一律不答 就迴避了他 兼且還叫香港的學生 和年輕人留意一下 建黨威脅 即是共產黨建黨和執政的過程 想理順一下香港的民怨 其實這樣說下去 完全是和民情無關的 你聽也不聽 其實港澳辦的官員 和香港的有錢人、官員、親中陣營的大人物 都有接觸的 我亦深信有關官員 香港的各份報紙都看了 如果做足功課的話 對香港的民情 其實都應該有不錯的了解 但是既然真的來 又說想親民 那就真的要工夫做足一些 即是這一類的 去廣交所看 挑選一批青年人進來 見不見 去天水圍一個比較窮一些的區 這些真的不算親民 即是剛才我說 最最基本的 你去立法會 和他們談三個小時 這個最起碼 亦都是對香港人的一個尊重 我們見過請食飯 似乎有些媒介的朋友數一數 有43個有份去 有17個沒有份去 為何有17個沒有份去 你立法會議員 同堂六十個 43有份 17個沒有份 為何17個沒得去 你都需要解釋一下 而且去過的那些似乎是回來 都說沒有什麼機會聊天 即是坐到吃飯 官方吃飯 飲杯 舉杯 那些捉酒 這樣就算了 即是 真是沒有什麼親民可言 是的 唯一就是說 大概他做過外交官 應付官場的手段 高明一點 好過廖輝一點 大概是這樣 這次黃江亞來香港 亦都帶了幾個問題 給香港人去思考 即是他自己這樣說 但是 幾個香港人吃不吃呢 都是一個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他就支持 即是沒有說盡快 但就要就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 這次是其一 其二就是特首人選 即是都不敢說 但是就凡太有得見 當然唐登一定有得見 是不是 林振英也有得見 是的 嗯 都好像還未能夠選 不過看到 從這個廣告辦主任 這次的作風來看 其實他都是想 可能是誰 誰可以幫他立到二十三條 就可能選誰 我想我們從香港人的角度來說 對這些疑似候選人 當然就很不滿意 很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你想選特首 麻煩你走出來說我想選特首 這是很公道 我想選特首就走出來我想選特首 然後你要面對香港市民才行 我想選特首 如果我做了特首 我會做什麼什麼什麼 香港市民對你有期望 誰選特首 麻煩你走出來 你走出來讓我看看你 然後你告訴我 你做特首 你希望做什麼 你的政綱是什麼 現在個個似乎 就是 等爺爺說 給我選 你連走出來 都要等爺爺批准你才敢走出來 爺爺不批准你不敢說 我想選特首 你真是很令人失望 你怎樣說原來特首行政長官 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又向特區負責 我們看不到這些候選人是如何向特區負責 你個個都是奉迎著北京 個個都是等北京批准你才敢說去選 那真是對不起我們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個想選特首的人都應該面對香港市民 告訴我們你的政綱是怎樣 然後進一步 你要告訴我們你的班底是怎樣 因為現在你又有問責制 又有局長 還有副局長 又有政治助理 那你現在大家都知道 因為爺爺未說誰是特首 於是個個都不敢埋班 當然有志做局長的人都不知 都不知投資誰 你個個都不敢 做特首的那些 想做特首的那些不敢埋班 想做局長的那些 怕拍錯碼頭 怕拍錯碼頭入錯碼房 你說多尷尬 講來講去 甚麼高度自治 又甚麼民主 大家有眼見到 所以這些其實是開了 很多華人社會對我們上集說 在台灣看回我們 我們真是被人笑 是的 一抗兩制 你讓台灣人看看 如果一國兩制是台灣典範 台灣人真是 玩完了 你有沒有搞錯 我想任何地方都不可以這樣 我們亦都見不到有任何進步 你說甚麼 又說要循序漸進 又說2017可以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我們都想問問 是否一定是 2012怎麼選呢 我們見到 每個人其實都是要等爺爺說事 等爺爺拍板 等爺爺批准了才敢出來說 我有份選 你事實上完全無視香港的市民 完全不尊重香港的市民 任何選特首的人都要說 我都想聽市民的意見 保羅大眾又想怎樣 工人又想怎樣 對房屋問題又怎樣 對房屋問題又不敢放在上面 最近才被人曝光 真是二笑大方 休息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香港管治的問題 還有我們看看七一會怎樣 休息回來再談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回來國情講情 上一次就說到了 黃光亞來了香港之後 顯示出特首選舉 即是跑馬仔 有興趣的一個暗地裏的競賽 但還最近的一些例子和事件都顯示 其實香港的高官 即是管治辦事 已經憑立這個誠信破產的邊緣 最新的港大研究民意計劃都顯示 其實徵任權的民望席 政席是負四十多分 是的 還有一個董建華先生最頑皮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大家想著他都應該政務官出身 由低做起 講到明會做好份工 怎知道工都做不好 被人查到還要僭建 然後上次爭任權 上次爭任權行政會議 下至三司十二局 副局長政治助理 再加上議員全部都是僭建 我想在很多保羅市民的眼中 就是你們這些有錢人 房子這麼大 當然就可以僭建 普通市民住在這麼多地方 想僭建都不知道在哪裡僭建 你講來講去就是 你也有時見到阿爺都很難做 他本來全力去栽培唐英年 又做議員 又是工商師 財政師 政務師 就是很清楚 如果他是可以的 就真的好像澳門那位崔先生 根本沒有人爭的 沒有人夠膽跟他爭 只有一個候選人 但你現在見到就是 每個人都越看他越不行 又車位人望 又為什麼你不做李嘉誠 每個人都覺得他不行 於是其他人蠢蠢欲動 理論上坦白說 如果他真的不行 又是第二個吹事案 還沒有這樣走出來 最好笑的是 就是范太 現在就是堂堂 似乎堂堂陣營的人就爆他 最初你說幫我忙 又入我班子 為什麼現在你又出來選呢 每個人都看到他不行 又是蠢蠢欲動 每個人都不敢 反而市民就真的很慘 首先市民對曾蔡英權就覺得 他似乎已經收工了 你不能 甚麼都不做 不能代他有甚麼期望 你現在好像工商師 劉吳維蘭退 因病辭職 他還未找到人 沒有人敢頂 蘇錦良捱豬 孫公又說 又簽建 又說身體不好 又有他坐在這裏 你叫市民 真的很慘 未來一年 似乎都是對這個政府 不能有甚麼期望 其他那幾個兒子後尊人 又不敢走出來 又不告訴我們 他們想怎樣做 我想在很多市民心目中 都會覺得 似乎大陸各大城市市長 黨委書記比香港好多 現在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這樣 當然 人家背後花很多 大陸的官員 背後花很多錢 疏通也好 明也好 暗也好 最少就是有執行力 很明顯看到 特區政府沒有民意授權之下 他的執行力是十分之薄弱的 而很多時候 就算他想執行一些東西 強硬地去執行 都是受制了一些政治壓力 或者好像葛輝那樣說 是一個政治任務 所以變成了 眼著頭皮想做好份工 我想葛輝事件令人很震驚 基本上行政主導的政府 完全不中立 完全是一些法治精神都沒有 好 我們本來是不民主的 現在你連最基本的 作為一個行政官員 或者比較高層的行政長官也好 政府高層官員也好 即是一些公公道道做事的心態也沒有 一些守法的精神都沒有 還有些什麼靜 難怪很多市民都說 你不能夠對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期望 問題就慘在 今時今日 大家都知道 真是不進則退 香港停滯不前 其他地方人家快馬加鞭 我們所見到的就是 我們的競爭力 越來越下降 再加上年輕人會覺得 找事做越來越難 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又難 買樓的機會似乎都不用怎麼看 真是令人很窒息 尤其是香港人沒有工業 又不鼓勵創新 依靠傳統的金融地產 其實那些又很受經濟周期影響 所以看到年輕人又沒什麼出路 香港又好像沒什麼出路 死業的時候 很難連政府都不做事 我又翹上雙手 曾蔭權等下班 大家好像將我的寄網 寄在下一屆的特首身上 但是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曾蔭權上任 那個時間之前 大家都覺得他很高民望 那時七成多支持率 理論上都應該是好人一個 做清潔大隊長又可以 原來看到是權衛 誰做了權衛 沒有那種自由性和明末度 亦沒有民意支持和授權 一定一面倒 甚麼都做不到 我想這幾年最開心的 是唯一的一個人最明顯就是董建華 我想這次越來越見 比較多市民 原來董建華也不是很差 原來一下不如一下 原來發覺董先生也不是太差 起碼他心底好 起碼他也沒有那麼膠質 你現在聽到都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曾蔭權做了這好幾年 最感激他的我相信香港一定是董建華 還有這個孫公書架搞不定 自己有潛建 還有其他很多民生問題 包括通脹 一些合謀定價 官商勾結 高地價 買不到樓 生活艱苦 物價貴 百物騰貴 那時候上街究竟會怎樣 上街不斷上街 上街上街 都好像真的不是一個方法 令到政府會醒 因為曾蔭權我不做 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總希望做些事 七一上街遊行 其實不是說 只是我們不滿所以上街 不是說上街可以做到甚麼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 你走完又怎樣 我們都走了十幾年 諸如此類 我覺得首先 我們是否有爭取民主的信念 我們是否有爭取民主的立場 如果是 七一便要走出來 這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爭取民主 於是七一便要走出來 起碼我先表態 有時都要說不問收穫 我不敢說走出來就一定有民主 我都不太相信 但是如果人人走出來 如果真的又有五十多萬人走出來 你們的勢真是很不同 2017年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 沒有很高的門端 我們都會震震有詞 如果又是小貓三幾呎 甚至五萬都不到 那就真是更難了 我覺得人人有責任 責任就是我相信民主 我要爭取民主 於是我走出來表態 我就走出來說我要爭取民主 我沒有灰心 我沒有放棄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七一走出來 不是說走出來有沒有用 我知道 不是說真的很有用 我也不敢說走出來就馬上有民主 不是 而是大家相信這件事 大家有責任要出一分力 如果人人都是這樣想 你想一下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百萬人走出來 又會怎樣呢 是真是很不同 你看埃及也是一樣 大家在一個廣場聚集的時候 穆巴拉克做了32年 軍隊都是他的 各方親信都是他的 難道你們這群年輕人走出來 他們倒台 我想最初都沒有什麼人敢敢這樣想 幾十個年輕人 幾百個年輕人走出來 廣場站起來 他又倒台 我想大家都不是這樣想 但是當大家都願意走出來的時候 就很不同 所以歷史也告訴他 從目的來判斷這個過程 其實有時候真的不是很成立 沒有人猜到一個運動最早的熱果 想不到一個莫里花革命都可以 令到北非變天 即是沒有人猜到 是 人人都有一個承擔 人人都要有一個責任感才行 其實大家一定知道 我們走出來沒有什麼代價可言 唯一是你說 都很熱 每天不去街 只有這麼多 在國內的同胞很不同 你在黃庫競掌握 蓄穗莫里花 在海洋上走 代價可能很大 在今天幸運 沒有什麼壓迫時 我們真是相信民主的朋友 都應該珍惜這個機會 大家都盡了一份力 大家都走出來表態 這個最起碼 你不能夠告訴別人 我失望了 我不理會了 不關我的事 走出來即是說 我相信民主 我盡了我的責任 我走出來表態 我相信這件事 我繼續努力 我想這個承擔 是每個市民都應該做出的承擔 千萬不要說行有什麼用 行了這麼多年 因為畢竟始終都是要大家捱下去 這個無疑是一個低潮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但你不能夠坐到 反正現在都沒有機會 等一等於2017年 大家不走出來爭取2017年 就更加無力了 我大膽一點說一句 如果以後年年7月1日都是小貓三四隻 我想2017年 肯停的門殘就很高了 民主派沒有一個候選人出來可以公平競爭 所以在享受自由空氣的你 都應該7月1日出來表態 爭一口氣 為民主為自由 7月1日見 好 今集國情港澄到此 下一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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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